太危险了,卫生间洗手洗澡电人 而且晚上总是被电 白天没问题 用水的时候也少 一般都在厨房用水 厨房没感觉到 就晚上回家 老公回家 孩子回家 有时候洗澡 洗脸 洗脚的话 这种感觉到 晚上的感觉 有没有可能 就是你 他热水器加热的时候 会出现状况 我们到处里注意 你也是加热的时候 这人来加热是吧 我一开始就是 怀疑热水器的问题 但热水器我也找师傅 过来看了 不会 他有露天宝贵器 如果露天的话 他会 对 师傅也是说 不是不是 你还要起 其实每天晚上都有 每天晚上 要不就这个能感觉到 要不就那个能感觉到 看一下你的露天箱 露天箱 露天箱 露天箱改不开始吧 我就不愿意 改不开始 没事 现在没有网 看一下大家的露天箱 都有露天保护器 如果有线路露天的现象 他会跳 而且房子都是新房子 刚住进来几天 就发现了这种现象 测量地线 测量零线都不带电 测量火线电压还正常 您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客户越说 我越感觉到很奇怪 我用万元表测量 零火之间的电压 很正常 电压很正常 测零火之间的电压 可以判断它地线好不好 在两幅左右 这个越小越好 没发现电路有问题 消失了没 每天晚上都电吗 几乎都会 几乎每天晚上都电 那晚上再过来车吧 行 现在看可正常了 我孩子现在都不敢洗脸 不敢洗酒了 你洗脸就跑出房去 我那你洗酒 你不能跑出房去洗啊 晚上都开啥呀 开灯呗 晚上就开灯 把灯都打开呗 现在把它打开了 那晚上也是开了空调 开电视 然后手机充过电 现在不一定 这时候 当然就是接地线 他们都没问题 在家里这线路都没问题 现在看前后 都没问题是吧 楼上现在还没 好像是还没完全装修完 他还还没那个 错了100多伏的电 手上头 电人啊 对啊 就是电人啊 电的好厉害啊 还有 100多 是 是吧 嗯 哦 你看 瑞士器200多 哇 你拿着吧 我历着这级月圆电压又高 他这一锅快不电压 哎呀 你说这能不电你吗 200多 我拔一下电啊 哎 拔了没了 再接上去 嗯 那个 那个问题吗 我去我去弄 擦上以后 又出来了 擦上以后200多 那个 你现在把热水器的 哇 这是这个什么情况这是 如果他漏电的话 他漏电保护器可以跳 你现在把漏电保护器的 哎 刚才我测为什么有 刚才我过来试的也没有 刚才我过来试的也没有 都没有 就说它是间歇性的吗 一致一致的 你那个 嗯 把家里那个一路一路断电 一路一路的断 你去断 你先断哪一个 我先断哪一路呢 你偷偷排点 偷偷排点 断 断没了 嗯 第一个啥 第一个 第一个是照明啊 你跟河上试试 再河上第一个 啊 哎呀 河上第一路197伏200伏 嗯 这个电是什么电呀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哎 他这个还有电呢 拉了以后还有电呢 等等等等 有点有点有点绕 有点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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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拔了他以后 水就没电了 现在还有138伏 第一个是照明嘛 所有的照明 对 我就断哪天 你看看 啊没了 没了 我就说为啥说你说晚上 才有电 白天不电人 晚上开灯啊 但是晚上开灯也不是都打开灯 他就照明天不灯 他就这个电 你那个 你把灯打开 然后一路一路关 关 把灯电送上 好 一个一个灯关 一屋一屋一屋的灯 就是哪一个 我先关在边 嗯 关吧 再关 再关 如果他有问题 应该是 哎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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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掉了 拐掉了 没有啊 我打开试试哈 我得打开哈 打开了 好 就它 啊 阳台 再打开就有了 那就是它了 关了阳台灯 关了 我关 关掉 哦 阳台灯一关就没了 哎 它怎么能窜过来呢 要不要再打开一下试试 是不是很奇怪 一个阳台的吸顶灯 它能导致热水器外壳带电 带220伏 视线接错了吗 我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这个灯和热水器外壳有关系 会导致热水器外壳带电 所以我想拆掉这个灯 看一下它的接线 把灯拆下来看一下它的接线盒 接线 一眼就发现了不对劲 零线火线接灯的 这个颜色不像是火线 他不是把这个地线当成火线了 拆这个灯 为啥要拆这个灯呢 因为这个灯上面有个接头 有接线盒 这上面零线火线地线 这个地线没接 哎呀打开阳台灯这上面都带电呢 它进入线了 进入线了是吧 嗯 把地线搞上火线 对把地线不是 它把 那打开就知道了 现在打开就关掉 现在用关 关关关 这个地线是带电的 关上 我得继续拆灯 把灯拆下来 把灯拆下来 哎这就是那个灯的地线 带电220伏的地线 这个是火线的接头 你能认出来这是火线吗 地线和火线都分不清 都差不多都一样的线 我怀疑它是把灯的空线接地线上了 这个和地线接在一起的线 其实是灯的火线控制线 这一根其实是阳台灯的控制火线 当然了都是一个颜色很容易接错的 这个和地线接在一起的线 其实是灯开关过来的线 这是一个火线 它接地线上了 我给它掐断 看这个线是不是火线 一开灯 它就会变成220伏 那边开灯 一开阳台的灯 就带个200多伏的电 这就是个火线 它接地线了 而我测灯线路的地线 它是没接地的 没接地 可以确定它是线接错了 这个时候再去热水器测一下地线 刚才带220伏的电 你看现在 几十伏 也就是说这个热水器的地线都没接地 它和灯的地线是一个地线 这怎么回事呢 它怎么能和灯的地线接在一起呢 灯地线带电它就带电 灯的地线没接地 但是在配电箱这一块可以看出来 都接地了 都接得很好 如果灯线路接地好的话 也不会出现电人的现象 漏电保护器早跳了 它的线路明明漏电了 但是它不跳 这种情况也就是说 如果地线不好的话 电路有漏电的现象 漏电保护器也会跳得不灵敏 这个线路在这个街头的地方 改一下就可以了 再看为啥热水器的地线和灯的地线有联系 这是热水器的插座 它这个线路是后来改的 看上来了 你看啊 它的地线接哪去了 和灯的地线接着了一起 灯的地线本身就没接地 结果灯的地线带电了 热水器外可以就带电了 这就是改电的师傅当初没改好 就准备把这个地线 从卫生间插座这个地线 给它拉上去 接到热水器的地线上 给热水器插座重新穿了一个地线 这样热水器的灵火地 全是用的卫生间的电路 这样把所有的电路都恢复以后 把灯全打开 再去测量热水器外壳 好了 水管都不带电了 有了接地保护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被电了 好了 维修完成 感谢您的观看 请读到字典 请读到字典